作词 李宗盛 我是李佩宇 我今天要介绍我这一幅画 那这一幅画是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就是有看到核能带来的一些影响 然后就把它做成了这张画 因为很想要把核电场踢飞 它会对人体还有动物们都会产生一些危害 那我在做的时候 都就会有人给我一些建议 像是怪物的颜色可以做成像那个桶子一样做成桶色的 就是代表我们的怪物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做这一个专题 就是我们想出来的词口卡 然后我们会有想出自己的故事 然后过程中也有遇到很多困难 然后一直不能了解邢光老师的意思 那过程中我要感谢我们的妈妈 因为她都会安排我们的接送 然后还要疯狂的放音乐 然后还要准备吃的 不然我们会崩掉 然后他们也会负责我们的接送 然后我的主员也会很用心的帮我们 然后一起完成这个作品 然后最后也印出来 然后也非常成功 这张作品是在我毕业每张里面 最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画 这幅画就是我本身喜欢打桌球 然后用这些已经用过不能再用的这些胶皮 把它做成一张画还有过球 然后把它并配成这一幅画 然后里面有我参加过一些比赛的资料 然后就是觉得很有立体感 我要谢谢小龙老师给我的鼓励与支持 让我能够学会一些有关美术的东西 也让我知道了人生处事的道理 还有我们这一组的组员 他帮我们把 我们一起把纸板拼成 类似屋子的样子 然后桌上全部 都有玩具让大家玩 谢谢我的朋友帮我把 把这整个展区组织得很好 这几天来的辛苦也都很 这几天的辛苦 雨和水都化成了美丽的成果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李轩云 我最喜欢的画作就是这幅它叫做不良企图 因为它这个就是形容我们现在保育类的东西 或者动物越来越少 然后就是砍拔树木还有工厂排放 肺水还有黑烟 然后我主要是要这幅画要呈现的就是环境 我很感谢一真的妈妈还有佩宜的妈妈提供我们场地 然后我们做复刻牌做了很晚 然后一阵妈妈都会提供我们吃午餐 然后有点心可以吃 然后 就是我们在开展之前就是要准备很久 然后小帽子就会大发了一点 然后骂到有人都在哭 哭哭哭哭哭 很多人都在哭 所以就是就让我最印象深刻 所以是 大家好我是黄敏熙 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叫做一个风情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相处 以及容纳世界各地的人 还有希望这些事情 也希望那些战争可以赶快停滞 首先我要对我爸爸妈妈 说一些感谢的话 谢谢他们愿意聆听我的意见 以及告诉我一些好的办法 支持我做的事情 然后我还要谢谢我的组长王同 还有我的组员们 他们愿意鼓励我支持我 在关短的过程中 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 是由我 我当初看到校长妈妈坐在满光区的椅子上的时候 然后我惊讶了一下 然后之后我开始会讲解完之后 校长妈妈鼓励我 也觉得我做得非常好 大家好我是汪志一 然后后面这三谷 这三谷是我的自然三部局 这是在说 那关于自然的议题 然后我要用时间把冰 我要把时间冰冻起来 然后去修复自然 我要感谢苏佑荣 如果不是他帮我们 切那些烂踏子 我们早就被小孟老师骂死了 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们在展场 几天很快到的时候 我们都还没有画完笔画 然后让我非常的紧张交集 后来有完成吗 有 对于这个结果满意吗 很满意 你很满意 我很满意 大家好我是黄国轩 今天这是我美展结束 这是我的画 这一幅是用绑画所制造成的效果 这是我的时间是主题 这一幅是以地球它现在 过多的二氧化碳 连地球都快要受不了 这是我最感谢的地方 没有这里就没有我们的作品 没有作品就没有我们的展览 这里把我们的展品呈现出来 这里是我最感谢的地方 今天我要先谢谢吴胜勇 他让我加入这一组 可以让我做出这些东西 在这个故事我们也有发现 讨论上的增值 但是我们还是完成这个作品 所以我要谢谢吴胜勇 主长帮我加入我们这边 这个行业 你心里有我父母在后面默默支持我 不行 哈喽大家好 我是蔡清瑜 这幅画是我画的 那他的名字叫《歪坏时代》 那他是在 呃 讽刺现代人玩手机 然后这些都是僵持 那他们在抢这车上的游戏 还有WiFi 我最感谢的人有王宇轩妈妈 和蔡宇佳妈妈 谢谢他们给我们支持与鼓励 呃 就是在我们做作品的时候 帮我们记录下来 或者是提供我们场地 那还多出了一些时间 让我们来 有机会来做这个作品 那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是 我们在做猪友的过程中 呃 我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是 我们做桌游的时候 改了好几次的那个玩法 那到 到要展出之前的时间 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 就是把我们的桌游做好 那在有时间计划下面 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桌游做好 然后还 在最后一天 还跑去几圈加玩游戏 好了 大家好我是陈柏宇 这个作品是平面设计 我用许多拼贴的手法 创造出正面化 这个材料有报纸还有贴纸 结合我有趣的想法 创造成这个作品 这些作品是 我和两位伙伴做成的 我们制作过程很丰富 就是一开始经历到很多 难熬的时刻 但我们努力的熬过了这些时刻 所以我们最想感谢的是 陈柏林和姚伯军 这两位伙伴 如果没有他们 我不敢完成这些作品 也谢谢他们 陈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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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小龙老师就有跟我说 原本要把它弄弹簧上去 这但是没那个时间弄 然后把它全部贴上去 花了一点时间这样子 然后这其实就是说 虽然我没办法做出那么多的表情 但是我画出来的人 可以做出来那么多表情 就是 再跟大家关上 然后我要感谢我妈妈这么玩的时候 还陪着我要画那个画 虽然他在打磕 拿钱啊 然后就是 一直陪我做到很晚 而且我有一些 我比较难做出来的效果 他也有帮我做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分享 跟她妈妈这样子 然后 还有 还有 他 因为我的很多东西都不够用了 然后他还去 一直帮我去找那个 找材料这样子 然后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 我们在做电影的那一区的时候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港完港 到最后也没有做出来 然后 只做出来实验影片而已 所以 几乎有一堆 小 小孩 跑来我们这边 乱 给他乱踩乱踢这样子 然后我还要顺便拐旁边的那一堆的就是 所以就是在 在办展的时候也只听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 好 大家好 我是重浩 今天我要讲 我的作品 中间这个是我 他趴在一本书上 是他说 因为 我小时候 有天马行动的幻想 所以我就想说 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 真实世界上有多好 虽然这一幅画画了很久 但是 爸爸妈妈和老师在旁边陪着我 让我换完这幅画 我也很感谢他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在这边 做我们的指板 因为 这边原本是 没有东西的 我们运用 很多的指板 一片一片 慢慢的贴 才把我们的展场 布置起来 还有 我感谢的是 吴胜友 因为 我在做的时候 他常常会在旁边 给我一些 建议 还有鼓励 让我的作品 不会那么单调 或者是 不好 大家好 我是吴梦叔 这幅画是我的作品 我最喜欢海洋了 所以我有画出这些 有画出金鱼 还有我最擅长的 用蜡笔做的刮画 还有缠道画 呈现出个人的风格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玉岩老师教我们的水墨课程 这个过程非常有趣 我想要感谢的是 蔡新鱼 还有 陈冠玲 以及 蘇佑蓉 有他们三个的帮忙 才能做出这么美的作品 很谢谢他们在旁边教导我们 然后如何做拓印 还有一些技法 使作品更加丰富 再来还有王平成 谢谢你也帮助我们这一组 做出这么美的作品 大家好 我是李怡真 我后面这幅画是在说 我因为常常被我们的人类捕抓 所以就很伤心的在那边哭泣 然后我跟我妈妈 常常剪光点面 剪到半夜十二点 然后所以 这幅画就是这么艰难的作画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妈妈 跟李轩云跟李沛跟我一起 在过年的时候 来我们家一起画 然后我要感谢的是 我妈妈 就常常的在我们身边 帮我们想 该怎么做 大家好 我是吴胜友 这一幅是我画的 这幅是我在整个整场中 最印象深刻的一幅作品 这幅画的名称叫做 时间 Time 就是在讲 那个 这边 就是有一些工厂在排放黑烟 会导致全球暖化 所以上面的冰山 会融化 然后水会滴下 就会造成 那个 城市会淹没 所以在讲 那个 全球暖化的危机 接着我想要跟我们这一组的 副组长 陈鲁浩讲几句话 因为 整个展区有一个部分 就是我跟他一起设计 制成 我是负责桌上的一些小玩具 他是负责 整个展场的布置 是有一片一片的纸板贴成的 如果没有他 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个展场的样子 所以我非常谢谢他的帮忙 接下来我要谢谢小猫老师的大力支持 与鼓励 还有一些建议跟改进的方式 如果没有这些改进的方式 也不会有今天我这一些学习的态度 也谢谢他这四年来的教导 让我受益良多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陈姿 这一幅画它是在讲说捞鱼去 到夏天的时候 大家都在到夜市去捞鱼 然后 就捞鱼 对 然后前面看到的 就是在上次夏天的时候 我去捞到的鱼 捞到两只 我要感谢的人有王Z 他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 都会来帮我们一起画这一幅画 让我们一起创作这一幅画 然后在令我深刻的是 是在我们开展的前几天 我们都还没画完 就是说全班的人几乎都有来帮我 所以我要感谢他们 这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是开展的第一天 因为我们的油漆没有收 所以 差一点被小猴老师给摘了 油漆差点被我摘了 不不不 油漆没有收 差点被你摘了 谁快被我摘了 王子还有我 王子也有吗 有 那书友荣呢 他没有 因为他是在收烂摊子那一个 对 大家好 我是朱又荣 我这一幅画是我在 寒假的时候 所完成的一幅 类似三字画像的画 他主要是在诉说 他主要是在诉说 因为我很容易被同学欺负 或者玩弄 在同社长间 然后我就会哭嘛 哭就会想说 英雄到底在哪里 然后其实英雄不在这个世界上 而是 而是在自己心里 意思是就是要 勇敢去面对这些事情 然后后面这幅画是我们这一组专题所制作的一个幅画 他主要是在诉说海底世界 我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陈之龙还有王迪 就是 和我 和我 虽然我没有画很多 画出了这一幅 然后 然后 其实我觉得在过程中很有趣 虽然我一直在地板上 刷游戏或者整理东西 可是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制作得很开心 而我那幅画 我也很感谢我妈妈 那一天 陪着我帮我想 到底该怎么画 结构大概是怎样 大家好我是王迪 这是我觉得 在这次展中我最喜欢的作品 因为呢 这个也是受到我很多主人的帮忙 从基地的这边铺石头到最上面的青苔 他们都一直帮助我 帮了我很多 就跟这次的美展一样 从开展 从布展 然后到这次展览结束 基本上都一直帮我很多 所以我 当我在看到这个 绿意盎然的生态品 除了感到疗愈以外 还会想到这些帮助我的人 那在这次展中 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 我到那个大医院去拔牙 然后缝了乳针 就是非常的痛苦 不过就是早上的事情 然后我下午还是过来 学校去看一下我的作品好不好 然后去问一下他们导览的状况 然后 对 然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妈妈 因为她 在我非常痛苦的时候 还帮我送饭到学校 然后也帮我们这次美术班的 美展办的茶会 她也给我专题很多建议 再来是我的大姐跟二姐 大姐要做四个小时的车 从台北到台南 为了来看我的展 我的二姐已经快要会考了 她还过来参展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 最后是要感谢我们 这次绿这个专题的作品 对 当我在几位牙齿痛的时候呢 他们还帮助我讲解解说 然后他们也给我了很多建议 然后还要忍受我的挑剔 然后我们毕竟欠辛万苦完成了这个展览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 大家好我是苏建成 我在这个展场里面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作品 就是这个 这是我的玻璃灯 这个玻璃灯 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酒瓶 如果我把它剪起来 从切拉 还有成人帐篇 这些全部的装饰 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一手抱败 这四年以来我想感谢 有人有两个 第一个是成人号 他和我一起 还有其他人一起完成了 这整个展场 还有另外一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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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胜尧名群 他 这四年才 他的这个专题里面 有给你什么帮忙 怎么样 他也对这个展 他也对这个专题的贡献 非常地大 他帮忙做了很多东西 以录过的那些 直白 我非常感谢他们两位 大家好 我叫做林雨桐 这样是我的画 这样画的名字叫做崇神 这样画的名字叫做崇神 是利用之前做的作品 再加上 用 用我的照片 用美工刀把它刻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像 孔版的 像孔版的作品 然后会叫崇神的原因 就是因为 之前的作品 去比赛的时候都没有得奖 但是 就是 我把它重新利用 变成现在这个作品 然后 让过去 让过去的不完美 变成 现在 这个完美的作品 而且陈之隆还有王子 一直以来 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给予我协助 然后在我需要别人关心的时候 他们也很关心我 我还要谢谢王萱萱还有董彤 谢谢他们两个 在美展的过程当中 给我适当的帮助 还有和我讨论 作品 作品还有布置 的方法 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要 像小茂老师说一些 感谢的话 所以 所以我就不加入你们的行列 蛤 什么 最后我要感谢 全部美术班的学生 还有家长 跟这些老师 谢谢你们 帮我们完成 帮我们完成一个 多美好的美展 让我们小学六年的生活 完美的画下一个句点 大家好 我是陈光玲 这幅画是因为我从小就喜爱钓鱼和钓虾 不过 现在长大 家人也没时间带我去钓鱼 不过 我很清楚 家人是为了要赚钱 养我们的小孩 所以我就不会 吵着要家人带我去钓鱼 谢谢大家 现在我带 我带在这里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很多人一起 做的一个回忆 我们是有很多指板 拼成这个空间 让我最回忆的是 之前有很多三四年级的人 三四年级的小朋友 来这边参观 我带他们的时候 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 我慢慢的回答 不过 有些人 会乱 乱默化 我以为他们说了也不会听 不过 我跟他们说了之后 他们就 跟我说声对不起 然后乖乖的做好 继续听 我最想感谢的是 陈伯宇 因为 我从开始准备发展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 搭在一起 有时候会做专题 有时候也会一起玩乐 也是他给我许多灵感 给我许多的鼓励 让我能完成一些作品 我要谢谢姚步兴 因为有时候 我做作品的时候 有时候会偷懒 不过是他提醒我 叫我不要偷懒 而让我完成作品 并且可以教书专题 大家好 我是蔡瑞佳 这张画叫做 就是去年的2月6号大地震 造成了永康圈很大的灾难 然后就是以比较 我会比较同趣的方法 然后祈求 住在地底下的地牛哥 翻身可不可以小力一点 不然他轻松的一个翻身 就可以造成地面上 不是大的灾难 然后 这个画这张画 我也费劲的 清新忘苦 所以 所以我特别喜欢 在这次美产中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桌友 就是我们的 我的专题 我跟我的同 同组的同学 一起完成这样 这个作品 然后 因为牌的数量特别多 所以如果 所以我们在暑假的时候 刚开始 以为时间还剩下很多 到最后剩下一个礼拜 就竟然还有64张还没画 然后最后是因为 那个 小默老师解救了我们 他教我们做了计划 一天11张的分量感觉 就轻松了许多 所以 最后我们才可以 如愿的将桌友完成 我很感谢小默老师 因为他 没有他的话 就没有 就是没有让我们 可以发表作品的空间跟机会 然后我也很感谢我的妈妈 因为 他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 事实的给予帮助 然后我更感谢 我的 我 专题的同组同学 王明轩跟蔡欣宜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 已经tank了 你就没办法 做出 这么好玩 有趣的作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波君 这双 这双的名 这双话的名字叫做丁鞋 是在记录我在曾经 在当中所够的 许多生活故事 有一次我穿了这双丁鞋 在跑步的时候 突然被一颗棒球砸到 跌倒送到保健室 但我觉得这双丁鞋 还是对我 有许多的回应 再去是我们很多 拿上一起组合的纸板区 有一次在导览的时候 我发现这次导览的成员 虽然没有很多人 但发现他们是 特教班的学生 虽然我以为他们很难教 但是他们却比 普通班的学生还要乖巧 还要听话 让我很惊讶 然后我要感谢陈伯宇 她在做专题的时候 在我很累的时候 鼓励我 给我许多想法 我要再谢谢她 除此之外 我还要感谢蔡欣宇 在导览的时候 我有时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 她就会跳出来解救我 告诉我该说什么 或是 帮我代替一下 谢谢妳 帮我接班 让我剪除 也破解许多困难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黄欣宇 这张呢 是导览 那我在看到 就是月考的时候呢 看到大家 背負着重大的 重大的力量 那 看到桌上的 桌上她的手 她的手呢 手上拿着笔 那那个笔呢 准备一直在 就是努力的读书 看到她 眼睛 出出来的地方 她读书 读到 眼睛都 冒出血湿了 这个呢 下面的火 就是 映寸外面的寒窗 在这个 这次的美产之中 我最想感谢的 应该就是各位来宾 还有我的 我的伙伴 那我的伙伴呢 有王瞳跟女瞳 这两个呢 这两个同学呢 一直适时的 给我帮助 那 所有的展区 都是我们三个 一手包办的 那 我们的 生态品 生态品呢 是我们 在暑假的时候 相约到王瞳他们家 一起制作的 材料呢 也是我们 自己一起 一起提供的 那 第二个 想要感谢的呢 就是各位来宾 各位来宾 就是让我们 可以感受到 平时刀办员的辛苦 也可以让我 增进 解说的知识 那你 你连续讲那么多天 会不会很疲倦 会啊 就是 因为最后一天 会特别累 那回家之后 喉咙就会压掉 那疲倦的时候 要怎么办 就是 可不可以就 躺着休息 不要讲 不行啊 那你为什么还是要 继续讲 因为 为了给各位观众 就是 更多的 就是 惊喜吧 所以你都是 背稿子的吗 没有啊 就想到就讲 好 大家好 我是廖雨珍 这张是我 所画的 这是丑雾危机 它在告诉大家 就是 不要随便 气氧狗 气氧狗 就会变成 这上面 这几只被 被关在 棕子里面的狗 你可以 发现 这里面的几只 它都是有 疾病的 或者是 已经 去世了 下面这个 是幼齿 幼齿就是所谓 台語的育体 这就是小 就是刚出生 不到几天的狗 这位商人 他为了要 就是 赚钱 把这些 小狗 卖出去 这些 就是 有疾病的狗 就是 就是 不想卖出去 因为 卖到的洽钱 可能比较少 这些就是钱 那地板上 这些就是 昆虫 表示这里 环境很脏 我最想要 感谢的是 持渊老师 因为 因为有了 他这一个展区 才会变得 这么的丰富 然后也因为 有了他 我的背面 他才会变得 这么活泼 然后另外 我要感谢的是 我爸爸 他这次为了 我要看美展 特地从大陆回来 然后 并且他还有帮我画 背面 然后 最后 我要感谢的是 我们班上的同学 因为有他们的 关心 我才能 把这里画的全 就是 画的这么完整 对 然后 最后要感谢 就是师展 和同学 全班的同学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让我有这个展场 可以展出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张慧玲 大家好 我是王晴 我们现在要 向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对旅线的心得 这一个旅线人物 是我们原始的创作 这是我们从寒假开始 慢慢制作出来的 然后之后呢 多了一些想法 然后把它变成这个 新娘 我们的旅线新娘 我们的旅线新娘 里面有创作一些裙子 然后 还有用珠珠 用把绿绒这样黏上去 然后 加一些装饰 我要感谢 嗯 王晴的妈妈 就是 她提供我们很多材料 然后也 给我们一些意见 然后给我们想法 所以你的意思是 艺术家是需要 金主的支持的 对 需要经济上的支援 还有吗 勇琪呢 我要感谢张慧玲她们 因为她让我们 在暑假的时候 在舒适的环境里面 制作专品 这个新娘 有些小女生 会比较喜欢 然后有些 比较调皮的男生 会把她打帽 有些老师会 特别的问我 那个指甲花是怎么做的 其实这是用 指甲油 涂在 旅线的花上面 然后就形成一个膜 然后就变指甲花 所以你觉得你们的作品 大人小孩都会欣赏吗 有没有达到你们的预期 还是超乎你们的预期 超乎 超乎 超乎你的预期 没有想到会这么受欢迎 对不对 对 嗨大家好 我是王云轩 这个人呢 他是我自己画的小人 因为我们和同族的同学 一起创作的桌 有从设计到绘画还有印字 还有包装都是我们自己想的 然后呢 我们总共画了106张 你觉得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因为这是大学生才能做的事 你自己都觉得很困难 对 如果再重来一遍 你觉得 这个计划能够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是什么 嗯 你为什么可以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 然后又可以笑得很开心 呃 小白老师有没有很残忍的压迫 没有 还好 那你回想一下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 才能让你完成这件事吗 计划 计划 计划很重要吗 对 有计划而且 怎么样 就计划这件事情 你觉得到底是重要在哪 就是 把自己的时间都规划好 然后才能如期的完成 就这样 所以这是你觉得 实现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原因 还有同学的帮助 那你要感谢谁 我要感谢 郁佳妈 首先 因为呢 我们常常 寒假的时候 常常 跑去他们家玩 家做东西 然后呢 每日都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午餐 使我们过程中非常的舒适 再来我要感谢小茂老师 要谢谢小茂老师 教会我们计划这件事 让我们桌游能如期完成 再来我要 我要感谢一直在我身边 帮助我的 郁佳和欣语 这个桌游没有他们的主意 我们桌游不会大受好评 最后我要感谢全班 没有他们的互相扶持 我就不会有这么美好的 我们这个面积时光